真的要注意 買東西如果被偷了真的會氣死了 尤其大公車一個不小心很容易就成為竊賊的目標 最近在大陸就陸續傳出幾起 小偷在公車上偷竊的事件 也有民眾立刻用手機拍下來整個過程 雖然警方的確透過影片 巡線逮到了兇手 但也有網友質疑 你有時間在旁邊錄影 怎麼不當下就阻止小偷呢 畫面中的這名男子和公車上的其他乘客 看起來沒有什麼不同 但下一秒鐘他竟把手伸向前座的另一名乘客 用包座掩護開始割這名乘客的後褲帶 在犯案的過程中 一度有其他乘客坐到這名竊賊身旁 但他並沒有停下來 一直到成功得手之後 男子才快速下車逃離現場 我開始吧 我是摸手機 我看手機在 我還說了一句 我說 沒有什麼 然後突然間想起來 我還有錢放在後面這個褲帶裡 被偷的男乘客渾然不知自己的褲子早已被割了一個大洞 身上的1100元人民幣也不翼而飛 但這偷竊的過程全被旁邊的民眾拍下 並將影片提供給被害男子報案 無獨有偶 在浙江同樣有民眾在公車上錄下小偷行竊的過程 當時男子僅靠老人並排座 神情緊張 右手慢慢向老人褲帶伸去 十幾秒後 男子麻利的偷得一碟鈔票 男子偷的3000塊 其實是老人要看病的醫藥費 影片曝光讓男子瞬間成為全民公敵 而透過民眾拍下的影片指證 最後警方也循現逮捕了這名竊賊 只是有很多網友批評 與其拍影片怎麼不當下就制止小偷 雖然錄影的民眾確實提供不少幫助 但聲譽勇氣似乎還可以再多一點點 記者綜合報導